大家好 今天是4月19日 星期三 星期三我都要在交易廣場TVB做節目 要找一個比較靜點的地方 跟大家做一個早市的示範 看回昨天的市場 技術上是有一個反覆的 因為星期一的急升之後 其實昨天的成交金額明顯就收細了 沒有足夠的動力 大市在高台市必一定不是有少少反覆 其實都是很正常 先看看它的指數 昨天早市先低於139點 去到20643點 之後曾經輕輕升到20742點 但是沒有辦法再推進了 結果在零碎的觀額湧現下 市況是輾轉反覆 一度的低見20559點 相對早日來說 市是跌了223點 末段有少少的後抽 甚至最後收到20650點 是跌了131點 成交金額只有1097億 其實去到2078點左右的水平 再向上望 市必一定挑戰3月7日的高位 21005點 成交金額應該是維持回到1400、1500億 或者多些 如果你縮小了 即是沒有足夠的動力 市在高台市必一定有少少反覆 但是昨天呢 就算反覆也好 大家應該發覺得到 指數呢 始終還走在所有平均移動線之上 而所有移動線 現在最高的呢 十天線 在20443點 也都可以這樣解讀 指數只要一天 穩守在十天線流上 就可以繼續穩守在所有平均移動線之上 技術上、形態上 都仍然有利於等機會作進一步的推進的 順帶一提 可能過多兩個交易天 20天線將會進一步突破 50天的平均移動線 一旦出現這個情況的話 即是代表移動線方面的鋪排 全部回復一個正常的排列 最高的是10天線 下面就是20、50、100、250天線 這個是一個標準的升市的模式 剩下來就要看成交金額 如果成交金額是稍微有一點點配合的話 大市應該可以作進一步的推進 或者這樣說法 整個市由3月20號的低位 18829點開始的一個技術上的回升 有機會漸漸發展成為一個小型 的升浪 因為始終大市本身現在都處於一個 2萬點左右的水平 進入整顧的階段 問題是整顧過後 市是試上21,500或者高些 或者再跌回19,000而已 如果講到這件事情 我們首先看看指數 是不是穩守在所有平均移動線上 如果是的 技術上 形態上 都還是可以繼續向上網的 4月份東之下暫時來說 仍然是先低而後高 指數是由13號的低位 19,885點升到上去 17號的高位 20,864點一個月的高低位 一般來說不應該同時出現在 三個交易天之內 加上979點波幅 也都不可能滿足到整個月的要求 即是說在波幅方面看 指數只要不再低於19,885點 在先低後高型態主導之下 後續應該有更加高的指數 比我們見到 近日中資類的金融股 明顯是做好的 銀行股當中走得最漂亮的 應該是3988 暫時來說 至於平保 昨天也都稍為見到突破 股價是有機會進一步的推升 UPS稀銀 今天有隻平保的科倫 給大家參考 編號為28884 到其日是今年的9月26 行使價是74.93 實際槓桿大概是9.16倍 每一桑5千計 以昨日的收市價入場費是365元 大家不妨留意一下平保的技術上的表現 暫時來說目標 可能是直至58、59甚至60元 如果做少少的補算 我覺得問題應該都不是那麼大 再說一次 UPS這隻平保的確率是28884 好了 早事分析 我就講到這裡 請問問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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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